說投信連買 在中秋節之後 反而開始會有人討論 到底是續作帳 還是要準備結帳 但是我們剛剛看到連買股的部分 很多還是這種被動式基金買的 金融大型龍頭股 這些個股 但是今天我們要講的是主動基金 在九月份才新布局的 那可能就比較明顯 不只是這個作帳到底 甚至可能跨過季的 剛剛講到了兩大組群 一個生計 另外一個是節能綠電 再來講到了 我們看到有美中半導體對抗當中的受惠 的確沒有錯 我們看到其實這一次 當然這個美中半導體對抗部分 我們看到從這個美國 現在要進EDA 對不對 這個3奈米以下EDA 甚至包括連14奈米以下的 這個應該14奈米的 這個半導體設備都不能進去了 吸制裁很重要 操委跟輝達的AI的晶片 現在當然有一些寬限期間 也不能進去了 所以如果說沒有被他限制到的 他反而是有機會獲利 對不對 我們看到其實金星科一個很大例子 對不對 金星科 他是叫RISC-V 說真的 以前沒有人在看這東西的 RISC-V 他的所做的一些東西 他的計算運算能力 是遠遠輸於安謀 但現在沒有辦法 這東西他沒有 不用授權金 什麼都不用 所以中國只能靠他了 對 所以阿里已經在做這種東西的 因為CPU都在做出來了 甚至你可以看到高通也要去做 不是只有金星科做 高通也要做 那美國既然無法設限的話 你可以看到他當然未來而言 其實說真的 想像空間非常的大 指標就是金星科 沒錯 那另外M31也是 沒錯 都是360 390 投信再買的 我們剛剛稍早一點也講到 投信竟然會買這300多塊的個股 代表說 他這是有點要轉這邊做帳 沒錯 或是在這裡繼續衝到三四季 第三第四季 這是高價一點的 好 另外工業電腦 工業電腦在第三季也蠻強的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什麼紅寶這些個股 但今天也有點修正 不過這邊看起來 你挑的是微強電跟瑞奇電通 都剛好是最近比較強的 因為其實工業電腦 他們的一個營收都不錯 可是前一陣子 我們看到做什麼 做廣機 利端 可是現在好像慢慢的弱下來 廣機還有一點在買 可是利端也弱下來了 對不對 包括鎮華電也弱下來 反而投信的一個方向轉到哪裡 轉到微強電跟瑞奇電通 你可以看到其實微強電為什麼 他營收是連續三個月大增 據說應該說 據說八月份也非常的不錯 等到最後開牌大家都知道了 那像瑞奇電通部分是怎麼樣 他在做什麼 網路安全整合式的一個通訊系統 業務目前狀況不錯 另外呢則看到下一頁 來講到車用電子 車用的部分當然很多啦 我沒曉得這個第四季 應該也是有很多題材的 就是缺這個地方 缺什麼就會漲什麼 但今天提的是華福 致貿跟胡連 的確沒有錯 當然我們裡面挑這種 最便宜的華福來講 因為這兩家公司 老實說175 155投信也在買 沒有錯 而且都是剛買喔 其實這三檔股票 應該說胡連是買又賣 買又賣 混了半天現在又在買了 但是華福是怎麼樣 真的剛剛開始買 為什麼 因為華福在上個禮拜五 憲政訂價了 訂的是蠻低的 訂二十八元 好 蘋蓋PCB 開始有蘋果箱了 這個中秋節前 我們就會看到蘋果新機的發表會 所以這幾天很多蘋蓋股都先公布 營收都不錯 真的八月營收都起來了 所以代表應該八月營收的部分 都有吃到訂單 的確沒有錯 這次蘋果呢 號稱是要先手波拉貨 是九千五百萬支嘛 對不對 比九千萬還要多五百萬喔 那這些東西你可以看到 最明顯的有影響的可能 除了鴻海華碩之外 很可能做這些做PCB的 那你看到其實這三檔股票裡面 實際上都蘋果PCB 但做的方向是不太相同 其實最有跟蘋果的手機 最有關係的理論上是台光店 應該是台光店 不過台光店股價真的高 而且台光店有一個很大問題 台光店他叫銅箔基板 銅價在跌 所以你要他好到哪裡去 我認為不要想太多了 但是投信有買 投信有買 這都是有買的 沒有錯 都最近有買 沒有錯 好 那見頂是一百塊 不到九十七塊七 另外耀華 今天我們一直看到耀華 法人一直有在買 投信也在買 然後價錢最便宜 沒有錯 其實剛剛事情有提到 耀華如果你光 你光看上半年的獲利 覺得就存一兩瓶 賺零點零幾塊 那有什麼好講的 可是其實他是第一季賠 第二季賺回來了 而且第三季的營收 目前已經已經知道了 七月份營收是大增的 而且八月九月理論上會不錯 因為先前他法座會有講過 他們今年第三季非常的不錯 而且主要在哪裡 我們之前在這節目跟他講過 TWS他本來是做蘋果的AirPods 那就訂單了 因為修改了修改的設計方式 本來好像是被滑通搶走 可是好像也不是啊 他們修改了製作方式之後 那個他們裡面的一個載版部分 現在改用這個景碩跟南電的 他沒有用藥滑了 但他現在呢 舊版的TWS他說還有在做 可是這毛利不高 他主要是怎麼樣 轉向做高階的Notebook 那剛好最近為什麼會漲 因為他跟元宇宙也有關係 他跟低軌衛星也有關係 他說六月份開始他出低軌衛星的貨 所以你看到他股價走勢 真的是相對於整個大盤來講 是強勁很多 而且我們看到這邊 他連續兩天都是買兩千多張 今天又買兩千多張啊 所以我想這邊往上股價 再往上走的機會 事實上是應該是還蠻大的 好這是我們看到藥滑 現在也切入低軌衛星概念 然後投信才剛剛買 剛剛買 而且是一天都有兩千多張的 今天是好像第二名股價部分的強勢 謝謝貫心告訴大家 怎麼看待主動式基金的佈局 被動式我們就要移開 他不見得真的會讓你買到有漲 那主動式的那就是看題材 而且投信也比較這個操盤 經營人的部分比較愛做的 尤其是剛剛買的 告訴大家有哪些 但是總歸一句 最好就是在行情震盪或是呢 還這個前景不明的時候 最好有靠山 不能只靠國安基金的靠山 不能只靠這些大戶主力靠山 要靠什麼 靠這家公司自己的業績才是靠山 我們看看營收報告 今天呢 在陸陸續續公告營收當中 八月營收創高股 憑什麼 能夠在八月營收持續創高的 今天有全宇KY 這個昨天我們有特別講 好 另外有材料KY 創意 南電 信邦 個股有金冊 瑞雲 AES 昇陽辦 華通 今天有些個股雖然是跌的 但是呢 都是八月營收創高股 第一個請見日上來告訴大家 怎麼看營收的創高表現 好 至少有業績當靠山 那有業績就看起來比較防震盪 對 比較微一點 你看還是有創高 但是還是跌的啊 那你怎麼說服我們創高股可以買呢 當然要看未接 不然就是有沒有提前反應過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說 創高股 但是它可能創高一點點 成長了零點幾% 那不是很好 對啊 我的力道上減弱 我可能上個月 我月增率10% 這個月月增率2% 也是創高 對 創高 但是它的幅度變小了 這個就還滿重的 要搞清楚 對 對 對 所以不是說不好 所以我的挑選模式是這樣 第一個 現在八月份嘛 起碼你上半年加起來 第一個要賺錢 你不要說你沒有賺錢嘛 對不對 就是過去式 第二個來看到八月營收 我這邊月增率喔 需要雙位數成長 你每次來都這麼嚴格 這一定要 這麼嚴格 這樣才會跳得比較OK一點的 雙位呢 雙位數 就是10%以上 10% 20% 30% 因為那營收的年成長的 也需要雙位數 也要 對 我想過去我可能更嚴格 因為現在公布的太少 我用雙位數 不然的話又要抓30% 年成長要30% 那就更好一點 這雙位數 雙位數都是N的喔 還有另外一期都有 對 技術面 季線 是一個比大盤強 對 多空的一個分水裡面 季線 生命線嘛 所以你股價起碼在季線以上 我覺得他表現的空間 可能會比較大一點 好 營收 月增 年成長 都要雙位數 而且都要喔 對 都要 你通通要 不選擇 小孩子才做選擇 對 對 對 通通要 股價要在季線上 這會不會很難挑啊 把它塞出來之後 一個一個看K線 有些比較好 量也比較大的 還是可以抓得住 還是有 其實剛才創新章裡面 有很多因為成績量太小 就把它刪掉了 不是說他們不好 但是我把它挑出來之後 我發現 這個蘋果真的要拉火 真的喔 所以這個月就是 聞蘋果香的時候 對不對 蘋果新記得拉火 所以你先挑 平蓋股的雙增成長日 你看 8月的時候雙增的股票 包括像美率 益加 軟版的增頂 這都軟版 還有鏡頭的大力光 今天大力光很強 對 你看 這年增率喔 都是雙位數嘛 是 這個月增率有沒有說雙位數 有耶 都有嘛 我都把它按人符合條件 而且我去看過現行 都在季線上 都在季線之上 那這樣換四檔 當然大力光比較貴啦 對 其他這些 如果要挑你會挑誰 會建議誰 我想 美率跟益加的部分 短線上可能會比較強 百元益加 對 百元益加 會比較強 好 來看看美率 美率的股價有沒有看到 今天創高喔 對 還有粗料 當然流點上一線沒有關係 但是你看到 它站上所有均線了 對不對 最近才剛站上去 對 所以這邊的一個 僅限的位置點呢 如果短線上整理的時候 不要去失手 應該就有機會 好 僅限來看 就是前高嘛 這裡是有過啦 已經過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位置點在哪裡 但這裡沒有什麼量 這有指標意義嗎 我們看這個位置點是 86塊9 對 這個位置點呢 因為整個形態上 我站上去了 雖然沒有量 但是我是帶量去突破 盤了那麼久以後 我往上突破了 代表說我準備要攻擊 所以未來只要不去跌破 甚至我們退而求其次 你年限不要破就好 年限84塊8 就應該有 就是不錯了 對 就不錯了 好 這是美律喔 今天還可以逆勢創高 雞優股 好 再來 益佳 益佳今天漲停 也是 對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證明後天怎麼敢追 對 跳空漲停 你就先不要追 千萬不要追 他今天就在反應營收啦 那你明天跟著繼續跳 今天搶進去的所漲停的名 就倒給你了 他消息也藏得很好 你看都不動 沒有量對不對 對啊 怎麼今天就來 今天一根量往上拉伸 我會建議他說 你就先看 不要追 千萬不要追 為什麼剛才我們看他 我就怕他看到 看到一加 我就去追他 風險性就很大 雖然很低價 十六十六塊 十七塊不到的 對 是很低價 但是我們起碼讓他等一等 因為他盤了 時間看 盤了那麼久了 在底部了 底型打出來了 好不容易攻上去了 但是前面都有壓力 所以不要追他一定會回來再測一次年限 再測一次年限 十六塊左右 對 照時候再看看 不要急 這是一加 好這看起來均線都全多方排列 今天全部站上 對 全部站上去 所以算是一個轉強 帶量轉強股的部分 這是瓶蓋股 蘋果香的部分 來看到 美麗一加 真頂大明光 當然回到現場 一樣喔 八月營收的雙真股 我們來看看 我們也做出來雙真股的部分 來檢視這些個股 是不是真的今天就比較強一點 就有 一加美麗 對不對 很強喔 好 剛剛呢 沒有先給大家看這一張 先看漸層 好 還有喔 星象聯亞 個股有豐達科 真頂 剛剛有明太 智深科 材料KY 個股還有金橋創意 南電 葉成根太頂 好 那這些待會會不會出現在 漸層的選擇當中呢 我就回來好好的檢視看看 這些到底雙真股 投資朋友 適不適合可以安心 報股過節